Hello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黃金比比特幣好 真的嗎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那在我這個影片下方的留言當中 常常都會出現一些go bug 就是支持黃金的人 在這邊說 就是黃金比比特幣好啊 只有黃金才是經過測試的啊 經過幾千年的歷史啊 等等等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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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哦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在這邊討論一下 這個黃金是不是真的比比特幣好 那今天這個主題呢 主要會分為兩部分哦 第一個部分呢 是在心理上的 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在現實面上的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這個心理上好了 就是今天我身為一個比特幣的投資者 加密貨幣的投資者 那我們今天當然是認為 比特幣比黃金要來的好 對吧 我在這邊只能發表我自己的情況 我的情況不代表就是 全部加密貨幣投資者 或者是比特幣投資者的這個情況 那如果今天是我的話呢 我今天如果認為比特幣是好的 是比黃金好的一個投資標的 我就不會去花時間 去看一些黃金的頻道 或者是關於黃金的消息哦 所以更不用說這個 我今天我還特地上YouTube 去找這個黃金的影片啊 介紹黃金的影片啊 為什麼我們要買黃金的影片啊 然後再看了這些影片之後呢 然後要去這個黃金影片的下方 表示說啊你們這個支持黃金 都是頭腦不清楚啊 要買比特幣才對啊 比特幣才值錢啊 黃金不值錢啊 然後去在這個黃金的頻道下面 去跟這些支持黃金的人呢 做一個這個辯論哦 因為今天在我心裡 比特幣就很明顯的比黃金要好 所以在我的認知上呢 這就是一個事實 我們也不需要去辯解或什麼的 那我自己投資的金錢呢 也是100%在加密貨幣裡面 並沒有在黃金上面哦 所以我認為去爭論這件事情呢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也從來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樣的感覺哦 那今天如果身為黃金的支持者呢 他們卻非常喜歡到這個比特幣頻道 或者是加密貨幣頻道下面 就是批評這個啊 批評那個啊 然後講說黃金真的多好啊 多好啊 有的沒的哦 那關於這件事 我在我節目之前也有跟大家聊到過了 就是我認識這個40歲以內的人呢 基本上沒有一個人是持有任何黃金的哦 那這群人也是我們俗稱的Millennial 就是這個80年代出生的人 那這群人裡面呢 持有比特幣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所以當這些Gold bug 需要到這個比特幣的頻道下方 去跟比特幣支持者爭論說 黃金比較好的時候呢 黃金就已經輸了 因為今天你如果對黃金的這個信念 是深信不疑的話呢 你根本不會浪費時間 到這個比特幣的頻道 或者是加密貨幣的頻道下方 去跟人家爭論什麼東西哦 因為這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嘛 就像我認為比特幣比較好 我是不可能花時間去看黃金的影片 或者是在黃金影片的下方 跟這些黃金的支持者 做爭論這些事情 這些是心理層面的哦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現實層面的好了 今天很多人都說哦 黃金可以拿在手上啊 黃金可以做飾品啊 黃金可以有很多用處啊 這些有的沒的東西哦 但是現實生活當中呢 就是這些投資在黃金上面的人呢 你買的東西也只是paper gold而已 就是真正在交易黃金的人呢 這不可能使用真正的金條 每天去做交易哦 一定也是在這個股票市場 透過這個黃金ETF的方式 進行買賣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你交易的東西 只是paper gold的 又不是真正的gold 所以你為什麼要強調實用性呢 因為paper gold本身 是沒有任何實用性的啊 那或許derick你說我就是想要擁有真正的黃金好了 那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例子好了 假如說你今天有100萬等值美金的黃金 跟這個100萬等值的比特幣 那100萬美金的比特幣呢 你放在這個鏈上 然後帶著你的冷錢包 就只是幾克的重量 你放在任何地方 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都可以去環遊世界 都可以帶著你的資產哦 那100萬美金等值的黃金呢 這個重量大概是25公斤哦 也就是大概55磅左右 那你今天有辦法扛這個25公斤的行李箱 到處帶著你的黃金環遊世界嗎 這個機率是不太可能的哦 所以在實用性上呢 這個黃金也是比不上比特幣的哦 那這些都是我自己的看法啊 所以我今天本人呢 是從來不會浪費一秒鐘 去看這個任何介紹黃金 或者是推廣黃金的頻道哦 更加不可能在這些頻道下面 跟這些支持黃金的人去爭論什麼東西 因為我個人認為這是沒有什麼好爭論的事實哦 然後最後帶大家看一個圖哦 這個是目前此時此刻交易量最多的這個commodity 就是資產哦 那在這邊很明顯看到 第一名是比特幣 第二名是黃金哦 所以現在比特幣每天的交易量呢 基本上已經超過黃金哦 但是比特幣的總市值呢 只有黃金的大概25分之一左右哦 所以今天如果當你要把金錢投資在一個這個 保值的資產上面的時候呢 你會選擇黃金還是比特幣 這個就要看你自己的智慧了哦 但是今天呢 我身為一個比特幣跟加密貨幣的支持者呢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任何黃金的壞話 或者是白銀的壞話 因為我認為這個在不同投資資產當中呢 並不會因為你的opinion 就是因為你的想法跟意見呢 去改變事實哦 就是說今天比特幣未來的投資報酬率會怎麼樣 或者是黃金的投資報酬率會怎麼樣 並不會因為你自己的一個opinion 你的意見呢 而去對這件事情有任何的影響哦 如果今天你沒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你覺得今天你身為一個黃金的支持者 你需要跑到比特幣的頻道下面 去跟比特幣的支持者爭論什麼的東西的時候呢 你在那一刻就已經完全的輸了哦 OK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今天第一個新聞是關於這個币安的FUD了哦 那在今天呢 這個Cryptocoin這個公司呢 它是一個鏈上數據的公司 就表示說呢 在币安的鏈上數據可以看到呢 币安的資產呢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而且币安上客人的資產呢是完全有被超過1比1的這個比例呢 去這個bag的哦 就是在這個它儲備裡面啦 就是沒有像FTA上面這樣挪用客人資產的現象 也沒有任何這樣的一個 Rat flag就是警戒信號哦 所以在這個禮拜呢 很多YouTuber對币安開始製造很多FUD的時候呢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 因為當初FTA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它是有一些這個警戒信號發生的哦 就是鏈上數據上看到很多端倪 所以最後導致這個FTA最終破產哦 但是目前對币安來說呢 我是還沒有看到任何的警戒信號 那在今天呢這個索爾貝斯的這個公司呢 叫CryptoQuant 它是專門負責研究鏈上數據的一個公司哦 也有表示說币安的鏈上數據顯示出 就是他們的資產跟客人的資產呢 是完全成正比的 沒有任何的風險在上面 所以今天當沒有任何警戒信號的時候呢 只是因為大量的資金出逃币安 然後你就開始FUD的話呢 我覺得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並不會幫助到真正在加密貨幣中的投資者哦 因為在FTA破產之後呢 這個加密貨幣市場呢 處於一個極度動盪的一個階段哦 所以如果在此時此刻呢 還要因為一些這種小道消息 或者是沒有任何證據的消息 然後在這邊散播FUD的話呢 我認為對這個加密貨幣板塊呢 並不會是一件好事哦 那身為加密貨幣的博主呢 我認為我的工作呢 就是要提供一個穩定的聲音哦 而不是在有任何小道消息的時候呢 在這個極度動盪的環境下 去散播更多的FUD 製造更多的恐慌 讓更多人因為FUD呢 把手中的資產在這個低點給拋掉了 兼幣安的CEO CZ就表示說呢 目前所有加密貨幣的使用者當中呢 只有大概1%的人知道如何自己持有自己的資產哦 對於這件事情呢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一直強調以及推廣的 就是今天我們在加密貨幣裡面身為一個加密貨幣的投資者呢 絕對要把這個最基本的概念給學好啊 就是Not your key Not your crypto Not your key Not your coin 就是說今天我們如果沒有持有自己的這個鑰匙的話呢 這些加密貨幣資產都不屬於我們哦 也就是說今天你把資產放在這個交易所上的時候呢 這些資產就屬於交易所並不是屬於你的哦 你一定要學著使用這個熱錢包或者冷錢包自己持有資產呢 這樣子才是你真正擁有自己的資產哦 但是今天這個數據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有點驚訝啊 因為我沒有想到是這個1%這麼低啊 我們覺得應該可能個15-20%左右吧 但是今天CC表示說呢 此時此刻呢 真正有自己持有自己加密貨幣資產能力的人呢 只有1%左右哦 那我相信我的觀眾裡面呢 應該至少有個30%到40% 應該都是自己持有自己的資產在這個冷錢包裡面哦 那我們區塊鏈日報BD團的團員呢 我相信也是币圈裡面這個投資知識最好的一群人哦 關於這一點我自己也是覺得非常非常驕傲的一件事情 因為往往看到加密貨幣頻道下方的留言 不是FUD就是FOMO哦 就是充滿這種追高殺低的言論哦 但是在我們的留言區呢就非常非常少出現這樣的現象哦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SBAF昨天正式的被拘捕啦 那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些這個目前關他的這個監獄的一些狀況哦 那這個是幾年前流出來的啊 那這個監獄後來有被改建過 所以現在我相信應該是好一些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年前的這個監獄的這個情況跟環境是多麼糟糕哦 然後在下面呢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啊照片啊等等哦 去介紹這個監獄 然後這個是昨天SBAF被拘捕時候的這個有人偷拍到一個照片哦 就是在當天晚上呢SBAF是穿著一個白襯衫 然後這個藍色的西裝呢就被上著手銬帶走了哦 那就是帶到這個監獄 然後改建後的這個門面呢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乾淨了一些啊 然後在這邊呢我們更可以看到這個SBAF被拘捕時候的一個影片哦 我相信SBAF被拘捕的這件事情呢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開心跟支持的哦 那我相信SBAF在監獄當中應該是非常非常難過啊 因為第一他沒有辦法進行他這個速食禁食的習慣了 然後第二呢我相信在監獄當中他應該是沒有這個英雄聯盟可以玩哦 下者新聞是關於這個FTX呢 當初在爆發事件之前的兩天呢就有這個吹哨者出現哦 那這個吹哨者不是別人就是FTX的co-CEO Ryan Salami 對於這件事情呢今天就有更多消息指出哦 在這個FTX正式出現問題的前兩天呢 這個Ryan Salami呢就跑去找這個Bahamas的SEC這樣的一個機構啦 就是專門負責監管金融體系的一個機構 然後告訴他們呢這個FTX was sending customer funds to its sister's trading firm Alameda Research 就是說呢這個FTX有偷偷的把這個客人的資產呢轉到他的這個姐妹公司 Alameda Research哦 然後SALami就當了這個吹哨者 然後同時呢他又表示說呢擁有這個權限的人呢只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FTX的CEO Sam Benkelman Free SBF 第二個呢就是FTX的co-founder Gary Wang 第三個呢就是FTX的engineer Nishat 所以只有這三個人有權利做這件事情哦 然後至於Ryan Salami現在在哪裡呢 報導是指出呢大家相信他現在應該是在華盛頓DC哦 然後為這個FTX破產的事件提供出更多他知道的這些證據等等的 因為Ryan Salami呢自從11月7號之後呢就從推特上正式消失哦 所以他目前身在何處也是沒有得到一個確定的消息哦 只是大部分人在猜測他應該是在這個華盛頓DC 做一些提供證據的這個證人的這個角色哦 那對於FTX的這個聽證會呢昨天第二天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然後有這個很多這個對加密貨幣不友好的參議員 然後對加密貨幣友好的參議員 以及Kevin O'Larry都有參與在其中哦 那對於這個聽證會呢我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興趣聽 因為昨天有人說這個不想再看FTX相關的新聞了 那如果你對第二天的這個聽證會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區留言讓我知道哦 這個如果留言多的話呢 我會在周末的時候想辦法做出這個精華再整理給大家看哦 下個新聞是關於Cathy Wood木頭姐的就是ARK Invest CEO Cathy Wood 那Cathy Wood在最近呢一共是購買了高達320萬股的Coinbase股票啊 那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呢Cathy Wood不只抄底GBTC也抄底Coinbase 所以Cathy Wood木頭姐呢對於加密貨幣板塊的信念是絲毫沒有受到動搖啊 尤其在這個極度恐慌極度低位的時候呢 他是出手不停的在進行抄底的動作 那Cathy Wood木頭姐呢從這個GBTC幾千的時候他就有開始買哦 那比特幣這個幾十塊的時候他就有在買了 所以他等於是一個這個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的OG啊 就是這個最早進入到這個比特幣市場裡面的人 那很多人呢此時此刻就在笑這個Cathy Wood啊 覺得說他今天買了什麼東西都會繼續往下跌啊 但是對於這些hater呢我給你一個大概的概念啊 就是今天呢我們看到這個比特幣的價錢是從69,000跌到這個15,000沒有錯 但是今天你怎麼知道人家是什麼時候進到這個市場裡面的呢 你又是怎麼知道人家有沒有在高位的時候take profit獲利呢 對吧 所以今天當你在批評木頭姐的時候 木頭姐搞不好是這個50塊比特幣就在買了 然後他在這個每一次比特幣高點的時候他搞不好都有套利 那你今天你不知道這件事的情況下 你在這邊批評他的行為只是因為過去一年比特幣的走勢的話呢 那基本上就在說明你是一個短線的投機者嘛 那你今天在市場當中永遠就會當一個loser 所以你今天是沒有任何資格去質疑別人的行為的喔 因為這些事情呢就是韭菜最愛幹的事情 韭菜最愛幹的事情就是以這個最近一年的走勢 來評估一個投資者是成功還是失敗喔 就像當初2020年疫情的時候呢 當初股票是一波暴跌 但是在低促的時候呢 股神巴菲特是完全沒有出手去買任何的股票喔 直到這個2020年3月之後一個大V型反轉 然後已經這個瞬間股票三大股指都超過錢高的時候呢 巴菲特還是兩手空空喔 當初也有很多韭菜質疑說阿巴菲特你不行啦 巴菲特你已經過氣啦 這麼大一個機會你竟然都沒有看到等等的喔 但是這些人呢都是用這個非常短暫時間發生的事情呢 去評估一個投資者是好是壞喔 那在幾年後的今天你看到今天巴菲特的投資效益 那最近的一年多這個巴菲特重倉放在能源股上面 然後這個Berkshire Hathaway是大賺了一筆 那今天是不是事實又證明江海是老的辣呢 所以今天你不要在加密貨幣或科技板塊低迷的時候 去嘲笑這些支持加密貨幣跟科技板塊的投資者 因為非常有可能在一兩年後的今天呢 你成為最大的一個笑柄喔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Coinbase的 Coinbase今天開發的一個這個機制呢 是這個recovery tool for lost ERC20 token 那這個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說常常都會有人不小心把這個錯的幣啊 或錯的資產發到這個Coinbase的這個地址上面 那之前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你的資產基本上就是拿不回來的喔 雖然說今天你發這個錯誤的資產到一個錯誤的地址上面 100%是你自己的責任 但是畢竟從這個稍找的新聞我們就可以看到 真正有能力自己持有自己資產的人呢 只佔不到1% 所以對於99%的人呢 我們還是盡量的要去提供跟教育他們喔 那今天Coinbase就在做這件事情喔 就是說之後呢 如果你不小心的把ERC20 token 打錯到這個Coinbase的這個地址上面的時候呢 你可以支付一個5%的手續費 然後就可以把這筆錢給拿回來喔 那這也是對加密貨幣最終走向全球化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制啊 因為大家都一定會經歷這個growing pain 就是在學習使用一個新科技產品的時候呢 都是會犯一些錯誤的 所以如果今天Coinbase提供這樣的機制的話呢 就可以更加的讓新進來加密貨幣的投資者 感到比較安心喔 下則新聞是關於香港的比特幣期貨ETF喔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這個香港即將發行這個比特幣的期貨ETF喔 然後在這個開始交易之前呢 他們已經籌到了高達70M的資金喔 就是7000萬美金的資金 那目前我不知道在港股 是不是有比特幣期貨ETF可以交易喔 那對於這件事情如果有觀眾朋友知道的話呢 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分享喔 我們之前也有看到在香港呢 都在加速這個對於加密貨幣法規跟監管上面的一些提案喔 所以可以看到香港對於加密貨幣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但是畢竟香港是屬於這個中國的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香港或者香港市場持有加密貨幣呢 還是存在一個比較高的不確定性啦 但是如果今天住在香港的朋友沒有其他選擇 沒有辦法投資美股的話呢 在港股裡面如果有一個這個比特幣期貨ETF的選擇 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喔 下則新聞是關於川普的NFT的 那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呢 一開始其實有點傻眼喔 因為我記得這個川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對加密貨幣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認為說這個加密貨幣會有這個取代美元的風險 然後他對加密貨幣每一次的評價都不是這個正面的喔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川普在他自己開創這個社交平台上呢 這個Truth Social上面 是公佈了呢 他即將推行這個45000個NFT喔 就是關於他自己一些穿著的這些NFT啊 所以看到的時候呢 我是蠻驚訝的喔 那這個NFT呢 會透過這個Polygon去發行喔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Polygon呢 在這個現實當中的使用度是越來越多 包含這個迪士尼啊 Nike啊 都是選擇這個Polygon這條鏈喔 那今天這個川普的NFT 也會透過Polygon這條鏈去發行喔 那這個價值呢是99塊 所以一個這個川普的NFT的價值呢 是大概99塊美金喔 但對我來講呢 我自己不是一個川普的支持者 所以我對這個東西是完全不會有興趣的 但是我知道這個在美國有非常非常多喜歡 跟支持川普的人 那我相信如果今天你是這樣子的人的話呢 你就可以考慮去購買這個川普的NFT喔 OK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週見啦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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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我們下週見